很難看 人妻派利事 應該是人妻嘛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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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尷尬 我講真的 平時鬥開的要買 是啊 是啊 還有 怎麼會尷尬呢 你開工之後都會派開利事的 說真的 開工每次都是過了15 就是隔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再開工 真的沒有機會給大家 沒有機會給大家 還有結婚之後那種感覺很奇怪 可能因為自己經常不願意長大 覺得結婚之後派女士是長輩的行為 不能做長輩 想做小輩 有一種很奇怪的心態 大女兒做了大人要負責任 最多人攻擊你是甚麼 3B 做長輩子會不會叫做長輩子 身體健康最多 我心想恭喜你 這個年齡都攻擊 咦? 好像除了長輩之外跟我同輩 沒有這樣說 長輩有沒有叫做長輩子 除了長輩之外 長輩也有說 聽不聽話 他們有叫我吃年齒 我叫年齒 我叫年齒 即是在那個盒裏 對 我覺得長輩有他們的要求 都是好事 新年那時就要 他們說甚麼你就認甚麼 說甚麼認甚麼 令到他們開心 認了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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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做 那遲早都會做的 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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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做還是遲做的 看你做多少個 還有 他們經常說 有小朋友是上天的禮物 以前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因為始終 現在那個 突然講一些很認真的話題 他們說 因為這個環境很污染 還有我們平時 吃的東西不是那麼健康 又影響我們的可爾蒙 即是你 預算了 不是說你要生就可以生 所以 你就要想說 如果你可以得到一個小朋友 是上天給你的禮物 放輕鬆的心情去面對這件事 所以現在你輕鬆的心情 不斷適應 改變了心態 是的 對吧 represents 不是 沒有 以前 都不一定 是 前